今天我们一起考虑一下肺癌 肺癌有什么增长呢? 咳嗽、呼吸困难、瘸痰等等 呼吸器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增长发生的 因为这是肺里面发生的癌症 所以肺和支气管、鼻子都受到影响 而且胸部里面有肺 所以常常发生胸部的痛痛 而且支气管还有肾带密切相关的 所以声音也有的时候改变 还有肺就是气密切相关的 所以没有力气的感觉 还有得了肺癌的人容易发生有力症 还有肺和体重密切相关的 所以慢慢慢慢减少体重 或者突然减少体重 那么肺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肺24个小时呼吸 意思是空气和肺的健康密切相关的 特别是最近很多人得了肺癌 大部分都是住在大床时的人 意思是什么呢? 没错 空气污染和肺癌密切相关的 还有抽烟也是密切相关的 抽烟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住的地方空气非常干净 但你经常抽烟 意思是什么呢? 你的肺里面进去的空气就是污染的空气 还有感冒肺炎等等 肺有关的疾病常常发生 或者还没完全恢复 这样的话容易发展到肺癌 刚才说的内容都是肺密切相关的 但看起来没有相关的 心脏也细细相关的 为什么呢? 左边右边肺 还有中间呢? 心脏 所以如果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呢 心脏太热怎么样? 周围的肺烫伤的意思 结果肺癌开始了 还有肺密切相关的就是忧虑 所以如果有忧虑症或者平时常常忧虑的 这样的感觉的话 容易发生肺癌 因为忧虑的说肺的功能不正常 那么怎么避防肺癌呢? 刚才一个根本原因是空气 意思是什么呢? 最好是搬到空气干净的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吧 那肺来说非常舒服 有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恢复肺癌 而且当然今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感冒 所以预防感冒 还有如果得了感冒的话 认证治疗感冒吧 彻底治疗感冒 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肺癌 还有每天几次深呼吸吧 平时我们呼吸的时候 飞的一部分只有用飞的一部分 所以上面的污染的空气 下面的污染的空气还在 但如果深呼吸的话怎么样? 没错 深呼吸的时候 飞里面的污染的空气都排出去 所以飞来说没有什么压力 负担 那么不容易得了飞癌 深呼吸的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 吸气的时候 随便 没什么规则 只是突气的时候 你吸一下吧 慢慢的吸 突气的时候 然后你心里面吸一下吧 一二三四五 然后突气结束了 那么下次突气的时候呢 努力到六 六成功的话 七 七成功的话 八 这样慢慢慢慢 增加一下时间 但这个时候 不是人来突气的意思 比如说 这样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明白吧? 只需要突气 然后吸一下 而且今天的话 集中学习 根本原因是心脏的书 所以 轻松放松的生活吧 因为心脏上边的 最大的根本原因是 压力 所以 一定要解决 这样的压力的事情 最好是 轻松放松的生活 已经到了肺癌 怎么治疗呢? 首先 指压的方法来 治疗一下 最好的学位是 平衡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 这篇真酒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 大概两百篇的 真酒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 联系我吧 谢谢 我感谢